那個味道我現在想起來 那個味道都還在 我真的以為有命案發生 你知道臭到怎樣 我就循現 因為味道已經夠重 我就循現 然後就看到我家那個廚房 有那個窗戶 我窗台一打開 就看到了 一直沒有看到什麼東西 然後我低頭一看 那個紗窗外面有一個平台 平台有一座這樣的小山 那個是遮雨棚 對 遮雨棚下面 全部一堆貓大便 這麼大 這麼大坨 然後我家是這樣 就是那個窗台是這個平面 這一面的是另外別人的 另外一棟公寓的二樓 我們都住二樓 那二樓這一個鄰居 他都會開一個縫 讓外面的野貓自由進出 然後他會在那邊很好心 就會拿貓飼料什麼在他家 所以吃飽就直接在門口 對 我家窗台 就等於是那貓咪的浴室 你就餵他 他就不會在那邊 沒有 不是 我餵他幹嘛 他就進來大媽 已經在外面都湊成這個樣子了 你餵他 他就搭到下面去了 他就 我就有一點 後來我就發現 後來有一天我是看到那個窗戶 就是我記得有一次 看到外面一隻貓的背影 因為那個花玻璃 外面一隻貓 坐在那邊這樣 還給我抖兩下 你知道嗎 我想說好像滿舒服 打開一隻貓在那邊 他就跳走 那個好臭喔 超臭的啊 那你有跟鄰居溝通嗎 不是 我根本找不到那個鄰居 我不知道那個說真的 那附近的居住品質都不是太好 出入的人也蠻複雜的 就是我們那一條就是有過有那個醃毒飯 有那個尋仇的啦 丟那個 丟那個叫做什麼 信號蛋 尋仇的 哇你今天那個巷子是很 好熱鬧 熱鬧非法這樣子 不要告訴我千萬不要去 還是因為是你在那邊 才會有這麼多人尋仇 這個我不知道 應該沒有 我之前就是這樣子了 那反正我已經習慣了 但是那個大便真的是那個味道 臭到受不了 那後來翻走了嗎 後來我就是真的人就出去清 把它清掉這樣子 然後就 把它用掃把跟笨斗 然後站在那個平台上 還很怕那個 波浪板會壞掉這樣子 會掉下去 一袋一袋的垃圾把它扛起來 然後最後用漂白水去刷 然後那個貓還是來 因為那是他的廁所嘛 他已經習慣在那邊 他習慣在那邊了 對 然後我就常撒那個 什麼類似明星花露水啦 張腦 驅貓的 不是驅貓 就是那個味道 平台他就可能不敢開它 他想要蓋過貓座記號的味道 對 然後就是只能這樣子 慢慢的才 他才沒有過來 對啊 原則上 因為他是有點半戶外 好像擺什麼 對 啊 我想到了 下次碰到這個情況 他把你家當廁所對不對 你下次就在門口放兩個貓抓板 就家裡變遊樂場啊 哈哈哈哈 好像不錯喔 然後 然後再去別人家 我覺得他講的有意思 他也要叫你餵他 他也有他的住家品質啊 因為他去貓抓板 他就不會在這邊大便 這邊遊樂場 再去別人家大便 他就會去別人家了 就這一家 然後這一家他就會去這一家 還是我可以學小小的主委一樣 他在那個大我也蹲在那邊 哈哈哈哈 啊你來放我也來放一下 就好像有一個人家 一定要教得了 我來帶別人家 對金錢 要留小小小的 nogle本而已 對金錢 對金錢 對金 periodic 對金錢 對金錢